欢迎您的收听 我是凯宇 您最好的阅读伙伴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凯宇今天为各位带来这本书 叫做电影的魔力 我想现代人在休闲娱乐的选择 电影是一个大宗 尤其是我前一阵子看到一篇文章 它说其实电影在这个数位时代的角色 它不仅不会像是可能音乐 或者是传统出版一般 受到很大的排挤或者没落 它反而会有它独特 而且不可取代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很简单嘛 就像是电影院这样的一个场域 对于现代人来说 基本上就是一个社交的场域 你可能跟一个认识不久的人 然后你很喜欢他 你要约他 你可能就约他去看电影 你很少会去约一个异性 在彼此还不熟悉的时候 就约他到家里看电影 看DVD 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他会有无限的想象 而你也可能会有无限的想象 这是非常令人恐慌的 所以呢 事实上电影会在我们 至少可预见的这几年 数位时代整个发展 它依然会有它的一个位置 和对我们生活上面的影响 可是呢 内行人是看门道的 但外行人只是看热闹 这样的一本书 电影的魔力 我个人非常的推荐 因为呢 它可以说是一本电影的词典 可是听到词典 很多人会觉得很害怕 觉得啊 我是不是要看一本 好像是很难读啊 很严重 很大本 很厚的书 我个人倒不这么认为 今天邀请到的这一位来宾 他也不是这么想 那所以呢 我们今天 跟这位来宾的聊天 就是为各位谈一谈这本书 也希望呢 透过这本书 电影的魔力 能够让你看待电影 能够从一个外行人 单纯纯欣赏的角度 而变成一个内行人 能够看得出 他里面有哪些门道 有哪些值得观赏的地方 那今天的来宾 非常开心邀请到的 就是知名的影评 也是知名的书评 他在各大广播节目 还有各大报章杂志上面 都有发表很多 他的影评和书品的作品 那非常开心邀请到的这一位 叫做 哦 叫他的名字 我感觉好亲切哦 因为我是学心理耶 他的名字叫做弗洛阿德 弗洛阿德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呃 我可以比较亲切 直接叫你阿德吗 可以啊 大家都是这样叫我的 还是你觉得叫你弗洛 会比较浪漫一点 不会啦 这样不好 OK 好 这本书 电影的魔力 我刚刚跟大家做一个 很不清楚也很不明白的开场 这样子 那你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因为毕竟你是一个 专业的影评人哦 我们先谈谈这本书的作者好了 他叫做Howard Suber 对 这位苏博先生呢 可能很多人对他的名字 都非常的陌生 但是其实呢 他是在电影工业里面 做了非常多更云的角色 就是很多我们可能看过的电影啊 的导演啊 或幕后的编剧啊 工作人员 尤其是编剧 很多都是他的学生 因为他就在世界非常著名的洛杉矶 然后那边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学校 UCLA 的电影学院 对 在里面任教 而且他已经任教了四十几年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他到底就是教育了多少人才 甚至我国的那个蓝色大门的导演 易志言也就是他的学生之一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他长期在学校里面教授电影 相信应该有非常多的学生 也会吐槽他 说 哎 老师 你都讲了那么多理论啊 或者是你怎样怎样 你的笔记那么多 告诉我们说 应该要怎么样去编剧 应该要怎么样去写作 才可以制造出一个卖座的 而且令人难忘的电影 然后老师自己 是否真正的能够把这些元素 都可以真正的 在这些真正的卖座电影里面实现 所以他就写了一本这样的书 把他多年来的笔记 还有跟学生交流的心得 然后他用词典的方式 然后把他编程 然后他最重要的目的呢 是告诉我们说 在这每一个字中 他都会加以分析 说 哎 这个字 比如说我们hero这个字 他就会介绍说 有这个历史上啊 或他所认定的 哪些卖座的令人难忘的电影中 有这些英雄的元素 然后他就会用这个条目 来跟我们大家叙述说 他们是怎么样编这样子的条目 就是告诉你 比如说一个英雄 英雄究竟是什么样的元素呢 就是他说其实在英雄电影里面 坏人才是比较炫目的 就例如说我们可以看黑暗骑士里面 小丑远比蝙蝠下跟那个 因为坏人永远 永远为所欲为 但是好人就是所谓的英雄 他就是他的行为都是可以预期的 对 他就会用这些非常浅显的字句 然后再带有他 当然是老师啊 不免告诉大家一些 传达一些他所谓的人生哲理 而且其实在真实生命里面 坏人跟英雄 他的行为目的往往是相反的 对 在电影里面 英雄往往是要维持美好的现状 是的 可是在真实世界里面 真正的英雄 他是要破坏现状 然后去朝向一个更不一样的地方 对 然后这个所谓的坏人 在电影里面 他就是要破坏现状 这样的形象刚好 在现实世界里面叫好人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 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很妙哦 他在序里面说 其实研究电影 是在研究我们自己 对 那这个部分呢 可不可以请阿德帮我们谈一下 就是说 他其实在写的过程当中 有他独特的幽默 虽然他是一个词典 从A到W 对 那为什么不是到Z呢 因为XYZ这三个 他并没有列出相关的关键字 这个有待后进者把他补齐啦 但是呢 就是说他一定有他的一个哲学思维 而且最重要一点是 我觉得他40年功力极其大成 然后要在每一个关键词里面 做一个可能算是说 其实算是蛮短的一个解释 然后要大家体会得到 那你觉得他所传递出来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说 具体的问题就是 到底什么样的电影 会让他认为是一个好电影 或者是一个令人难忘的电影 他认为的那个卖座电影有非常多的一些元素 但是他确定的是说 你这个电影呢 就是他选择的一些电影 比如说阿拉伯的劳伦斯 或者是洛基 那些片子都是在当年的这些片子的票房排行榜里面 他选的都是前一二名的 然后他们令人难忘的指标 他是认为说 至少在十年内都会一直被大家提起 而不是就是当年卖座之后 以后就再也没有人会再提起这部电影 就是看过爽不过就算了 对你会继续的会有人一直讨论一下 那个电影的台词啊 或者是里面的明星 比如说像就是我们父母辈或祖母辈 那个电影看的这个乱世佳人 他就会说里面你里面的台词 到现在还有人会在别的电影里面 或者是在日常生活中 大家就会引用 像白瑞德就会跟老师这样讲说 我管你 你爱不爱我 我不管你啦 我根本不管你以前怎么样 我现在已经不care你了 对他就像这样的台词 甚至很多人都还会一直在引用 然后大家听到的时候都会会心以笑 而且这样子听 有些还会把变形成为不同的 应该说同样的剧情 对那大家听 怎么好像很熟悉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或者是阿诺史华的心格 总是会说I will be back 可是他在就像最近上映的 遇血任务第二集 嗯他又讲了他这句台词 其实这一 然后那个布鲁斯威迪就吐槽他说 你已经回来很多次了 现在该我回来了 真的是好怀疚 对然后就会让所有的观众就会爆笑 你就会想说 在动作片里面为什么大家会爆笑 因为他就运用了大家熟悉的这个 阿诺史华星格 饰演《魔鬼终结者》里面 这样一个强烈的印象 给动作片观众的印象 然后他就重新复制到这个 这个所谓的遇血任务的这个片子里面 然后制造出大家有那种会心一笑的感觉 其实在观点上面 就是说这本书称之为一个经典的电影词典 我觉得他在有些观点上是有他独特的地方 比如说他里面谈到电影的类型 比如说爱情电影长什么样 战争电影长什么样 那我们当然一听到爱情电影或战争电影 我们脑袋都会有一个画面 或者是理所当然的一个刻板印象跳出来 可是我觉得他的诠释是很特别的 你会不会帮我们举一些像这样的一个例子 因为我想这个既然是一本电影关键词的词典 那我在做书评法还有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 我总不能告诉你纳西斯是什么吧 那实在很头痛 所以我们举一些例子就好了 就是比如说他会讲到爱这个字 就是LV 这个不只是就是这个词典会写到 这是在电影中也是一个相当 就是让厂商片商赚钱的一个元素 比如说像我们最近台湾国片也卖的很不错的 西地人妻的续集 他其实也是在卖一个爱情故事 而且是三角恋情 然后在这本书里面 这位教授也是对爱情这个部分做了很多的琢磨 但是他就不时会流露出他对于爱情或什么的一些嘲讽 比如说他就会说当两个人能够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可以互相丰富对方的生命 然后这就是一个爱情故事 但是如果两个人要毁灭对方的话 就变成一个战争故事 然后就再举一些电影来做一个例子 然后你就会就会对他的这种人生的观点 或者是他对这种电影编剧的这些角色而做了一些 就是你会得到一个 你就了解他就点醒你 所以其实也很像一个老师 他总是会在你 这么多资料这么多那个 然后他可能很简单的用几句话 他就点醒你 就等于是你马上就会灵光一闪 就知道说老师想要表达的意念是什么 其实谈到这边 我一直很好奇一件事情 弗洛阿德你身为一个专业的影评人 对 那我其实很好奇你最近在关注什么样的电影 然后呢或者是什么样的影星 然后跟这本书 是不是有一些呼应的地方 最近呢其实大家应该 不论是在美国或者台湾 有一部电影都非常受欢迎 然后就叫《浴血任务2》 哇 对 一群阿伯 对对对对 就是一群动作片的退出一官兵 他们就再度上场 那其实第一集出现的时候 很多人都觉得 这应该是席位是史特隆的最后一战 而且可能会成为笑柄 但是呢 其实他的剧情不怎么样 但是呢 这部片 那部片子却因为 第一集却是因为 就是召集了这么多人 然后很多的这个观众 就这个尤其我相信应该大部分是男性观众 他就抱着一种怀旧心态 而且还有一种 现在万物都涨 但是呢 这个票价没涨 但是一次可以看八九位动作明星 而且都是以前熟悉的 熟悉大 对对对 整个那种心态 就觉得说 其实他们也是退出异形的复仇者联盟 是 没错 对就是比较老 但是他们就是这样 然后没想到这片子非常卖座 然后他又借眼而拍了第二集 然后史特隆在这个角色 在这个第二集里面 占有非常重要的这种关键性的 不论是在这个剧情的编写上 应该他也是属于制片类的角色 而且他在剧情里面 当然也是以他当是一个老大的角色 在 藉由这样像 他这样子在这部电影里面的这种奋斗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在 这位教授集 他有推荐一些 他觉得这个历史上 影史上一些难忘的 卖座电影里面 他也推荐了史特隆 以前的第一部让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洛基 洛基系列 对但是他当然没有推荐他以前 还没成名以前拍的那个爱情动作A片 然后他在这个就是 就借由他的观点 比如说他提到说 在他的这个字典里面 他多提到了爱情 因为爱情其实是非常多电影的卖座元素 那当然对史特隆可能比较不适用 但是有另外一个这个教授 也很喜欢写的一个部分就是Hero 他谈到很多英雄的部分 比如说人人们都会期待英雄可以 就为了超凡的价值 或为了其他人而牺牲了自己 那洛基或者是这个 史特隆以前的另外一个经典角色 藍波也是这样 然后那个英雄都是孤独的 然后他必须在 比如说藍波就在那个丛林里面 就是挣扎的要活下去 然后他要拯救他的伙伴 或是他所认定的美国价值 对 然后就是英雄就必须这么的孤独而惨烈 然后当然这个教授也举了 比如说我们首席的哈姆雷特 也是类似这样的悲剧英雄 而且他会告诉你 英雄通常都不是主动 他都是被迫 其实如果你谈到史特隆 其实洛基这个电影 尤其是洛基的第一集 其实是史特隆很有名的 他个人不仅是演 其实剧本也是他自己写的 那我们这样讲好了 讲到史特隆 对我们这种五六年级的男生来说 那简直是一个不可抹灭的记忆 那他也可以堪称是这个 令人难忘的电影 和令人难忘的电影明星了 是的 那如果是从你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个史特隆 你看玉学任务他拍的第一集 现在第二集已经上 已经上映了吗 玉学任务 对已经上映了 而且现在已经放出话来 要拍第三集 对第三集已经在抽拍了 哇这个很可怕的 我不是说很可怕 是很激励的 很励志 对史特隆一向都很励志的这样子 那你怎么看呢 就是说 其实好像似乎看到一个 隐隐约约的一个形式 就像电影的魔力 我怕很多读者会觉得 他里面举的电影举的例子 好像都是老骨头的 好像有参考价值吗 可是我发现现在社会 似乎有一种 两极化 也就追求新潮的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的 新潮到你可能 无法追上匪夷所思 可是另外一股就是这种 怀旧的势力 对 就像这些老牌明星 全部倾巢而出 然后让大家大呼过瘾 那你自己在电影里面 你有看到像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状况吗 其实这个复古的趋势啊 就是不论是世界的趋势啊 我觉得都是会 有一部分是走向复古的 而且有非常多的 长期耕耘的人 他会一直 就会被大家看见 也许他们以前不是最闪亮的 不是最顶尖的 但是他因为他们长期 在这些领域 比如说电影啊 或者是音乐上的耕耘 他们后来都会被大家看到 这种复古的潮流呢 其实像《浴血任务》 他就把这些老明星 全部集合在一起 也是一个复古的潮流 而且他们一直在 这个电影的剧本里面 不断的讲一些 他们以前所饰演的角色的梗 比如说我们刚刚说 这个阿诺的啊 然后布鲁斯威利的啊 还有就是罗里士啊 等等他们的电影 其实动作电影都有一种公式 然后他就会把这些公式呢 再拿到这个电影来嘲讽 以前如果我们单看他们演的电影 又出现这些梗 我们就会想说又是老梗 但是他来到这个电影里面 然后加以嘲笑 就他们互相就会逗对方 然后互相嘲笑对方 我们就会觉得那是一个好笑 对 那他们就会善于应用这个元素 而且电影的复古元素呢 还有在最近大家也可以看到 这个阿诺以前的电影 魔鬼总动员 又重新的拍摄 然后由柯林法洛来主演 就是有非常多的电影 就是比如说白雪公主啦 他又会把他拍成 这个公主与狩猎者 对就是把一些旧电影的元素 然后再加上一些新的 然后当然也许是由新的演员来饰演 就是把他旧范 就是应该是旧瓶装心酒 然后做一些 给你一个新的元素 因为对很多的年轻的观众来说 他们根本没有看过阿诺演的电影 对啊 对 所以就是这些把旧的电影 拿来翻拍 然后把旧的电影的一些 新的元素抽出来 然后变成一种新的电影 就是会是未来电影的潮流 应该也是说 这些好莱坞有一些 他们对剧本的创作 已经有出现了很多的瓶颈 是 其实呢 我想到有位教创艺的老师 他跟我讲过一句话 他说 如果你的梗已经想完了 如果你已经想不出新的创意了 很简单 你回去看五十年前的东西 冷饭热潮 对 其实重点是在于说 我觉得这个观念背后的意义 就是说 有一些本质性的东西是不会变的 那潮流它 你可以观察出一个周期 可能五十年前 大家关注的东西 到现在会以不同的形式 再被关注 那所以我觉得回到电影的魔力 电影为什么这么有魔力 我觉得也是不断的在 比如说你看你刚刚讲的浴血任务 他不断 他某种程度上对我们的 这样的男性来说是 一种 缅怀往日的荣耀 你可以这样讲 是的 是一个很大心理上的安慰 这样子 而且可以满足崇拜英雄的这种心态 对 而且是就是在看那个英雄的时候 也像这位教授他说的 你在英雄身上有投射了自我 你希望自我能够成为那样的人 但是你知道自己只是一个平凡人 也有自己的这种懦弱 无能 卑劣等等的 所以看了电影上的英雄 然后实现你的愿望的时候 就是个人的这种人生的价值 也得到提升 其实花两三百块满足一个理想中的自己 对对对 对不对 这个是 这个是这一本 这个Howard Suber 他这个苏伯大叔说的 对在电影的魔力 那最后问你一个很芭樂的问题好了 在你认为什么叫做好电影 在我认为什么叫做好电影 应该我还蛮 我觉得不一定要卖座 就是我跟教授观点可能有点不一样 但是我会觉得 就是他一定要是令你难忘的电影 不论他令你难忘的是他所传达的精神 例如说阿甘正传里面所传达的一个 一个看似很卑微 甚至一般人都还要弱智的人 他如何去坚持 用他单纯而善良的心 然后去坚持他的理想 去完成很多事情 对这样子一个精神 对就是这个电影 不论是他的台词或者是他的演员 或者是他的剧本 他传达的那个 完整的那个精神 对是否是你 每一个观众你所认同的 对那就是一部我认为是好的电影 是啊其实呢 谈到令人难忘我就觉得 其实令人难忘的电影 在我们生命的历程当中会出现很多部 可是他每一部都在鼓励我们 过一个令人难忘的人生 就像这个教授所说的 其实观看电影就是在观看我们自己嘛 好今天很谢谢佛罗阿德 接受凯宇的访问 跟你聊电影真的蛮开心 我是不是应该考虑要做一个电影相关的专题 对然后都一直骚扰你这样子 好有机会的话 可以再跟大家聊一聊 是也希望呢 大家可以从电影当中得到安慰 对更重要一点是哦 其实电影它本身我们是从视觉 从听觉去了解一个故事 但是呢阅读本身 我们又可以透过阅读 把电影跟视听跟文字 做一个更巧妙的结合 那至于呢 在整个阅读的领域 要怎么样跟电影做结合 我想呢电影的魔力 是一本很重要的入门书 也是一本关键书 希望大家不要错过电影的魔力 今天我们的访谈就到这边咯 谢谢各位的收听 我们再会拜拜 拜拜